2022花蓮短片创作奖20部入围作品10月初出炉 日前在文创园区第18栋举行颁奖典礼还有影视交流论坛 揭晓12项百万种奖金的得主 其中最高奖金20万元花蓮奖是由寿风香水莲国小教师拍摄的剧情片 来自太平洋的附近夺得 由花蓮文化局主办的2022花蓮短片创作奖颁奖典礼 即影视交流论坛 日前于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揭晓12项百万种奖金得主 并举办影视交流论坛 邀请创作者和民众分享短片创作 今年以连结为主题的花蓮短片创作奖 分纪录片与剧情片竞赛 征选15分钟内的短片 邀请8位影视专业领域评审 分两阶段进行评选 包含导演沈可尚、黄信尧和马志祥等贵宾共同评选 最后我要感谢现场所有入围的团队 因为有你们愿意为花蓮作创作 那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心愿 让花蓮长得像花蓮才有可能 请你们为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 那最后就是感谢辛苦的评审委员 我们每一届的评审工作 从初赛到决选的时候 那委员都会在每一年的整个创作的状态里头 做非常漫长的讨论跟沟通 那在此代表我们主办单位对委员的感谢 最后由纪录对学童的生活观察与情感交流的 受风箱水莲国小来自太平洋的附届 货班首奖、花蓮奖 并得到最佳编剧奖 最佳纪录片由简子伦、暗时晚花获得 货班评审团特别奖的 为于新栏身上的人 同时货班最佳摄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声音设计 成为今年花莲短片创作奖最大赢家 记得蒋包业、花莲师报导